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徐文黑山羊 我想去把那个小羊抱起来拍张照 但是我一看他那个妈妈和爸爸桌上有讲 我就怕了 我怕他跑得好快 他不是一家人都在 婆婆爷爷爸爸妈妈 主要是他不是 但凡是年纪稍微有点点的 全部是当好够的 我们现在在中国最南端的这一个 中国大陆最南端 中国大陆最南端的灯塔看完了 现在去油田 越来 盐田 你能说对一点不 盐田 油田 这人都出油田 那不知道多富裕 从南端村出来去盐田 在这个边上呀 有一条沿海的一个公路 而我现在后面这里就是风车 我们现在就在风车的底下 这个风声好大呀 你看 哗哗哗的声音 你在干啥 我在切火龙果 把它切切切 好诱人呀 阳光上的火龙果 还是很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我现在哪里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多风车 我要去找油田 我要去找原田 这个海滨公路的边上 就是渡海作战的纪念碑 也多亏了这个纪念碑 不然我们的Gopro就掉了 因为刚才在那边拍照 我就把Gopro架在那边拍风车 然后我们就走了 Gopro也没有拿 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想拿Gopro来拍这个 作战纪念碑 结果发现Gopro不在了 就马上回去找 还好 还在那里的 万幸万幸 沿着这个海的路 沿海路 然后找到一个小渔村 然后路边的话 捡了一只小螃蟹 它还要死不活的 要垂死挣扎 我把它准备放回海里边 哇 那里有只河豚 好乖啊 我们这看到很多鱼 然后我们小伙伴 刚好喜欢露营 然后带着我 今天能不能吃上这鱼 就靠它了 来全程记录着 这个觉得摇起来啥 摇起来了 让开我看看 撞到哪点了 不晓得太熟了吧 左下 左边也走 有了 大的 大的啊 几条 我们要把口袋给它们 好 继续 继续 通过一个跳板 上了一个船 然后这个就捞出两条小鱼 啥都没捞着 海鱼要聪明一些是不是 船上来了 怎么样嘛 哇 这里的都 哦 都看这里的忘了 吃哦 路边看到有卖鱼卖生蚝的 这个怎么卖 虾没有多少 虾没有多少 这个虾 没有吗 没有 哦 马鲁 哦 那个虾好 哦 它们是打鱼 然后现在过来卖 有没有爬爬虾吗 哦 这个可以 那个虾可以 海里面的黄鳝 这个怎么卖的 那个虾 那个虾150 150一公斤啊 一斤 一斤啊 那这个小虾咋 这个啊 小的呢 这个 这个60 怎么这么贵啊 现在 可能是过春节 那个小虾 坎价60 大的虾是150一斤 很多本地人来买的 基本上你看 都买的差不多了 走吧 继续上路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那个盐田这一块 确实像中央电视台 报道一样 就画着一块一块的田 但是我们没有找到 那个白色 纯白色的 经典的那种 很精美的感觉 我身后呢 这有一个水口 那这个闸这个口呢 就要纳潮口 只要是海水长起来啊 然后就会把这个闸给打开 海水就会流到 我们这个刚刚看到的 这个田里边 然后平均分下去嘛 前面那个大姐 她们说要到下面 摊涂上去捡螺 还有花蛤这些 说没事就来捡 我也去看一下 我直接穿穿袜子就去啊 不穿鞋啊 现在的情况是因为 春节没有晒盐 所以看不到白色的盐田 只看得到盐水 那怎么 回去看盐水 看盐水 好热呀 天呐 现在外面的温度的话 已经24 25了 哇 这个云好漂亮 嗯 嗯 几十公里路吧 还有山路 齐鹊山路 然后来到这里 没有看到盐田 只有看到这种盐水 让我挺失望的 波罗的海 这一次终于来到非常漂亮的波罗地海 其实叫波罗的海 也是在徐文 真的大片大片的菠萝 你偶尔还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惊喜的 有小菠萝 有中号菠萝 有黄色菠萝 有金色菠萝 这大片大片的配着西洋 配着晚霞 真的绝美了 据说十个菠萝当中 有三个菠萝 就出自于徐文 其实到菠萝的海 不用寄套它的景区 随处都是菠萝的海 哇 下面你看 随着这个路边 就已经可以看到 快成熟的菠萝了 大江的无人鸡农业的烤牛啊 207国道S47省道 这个路边买点烧辣 冲鸡 切了半边白切鸡 然后这个饭是两块钱一份 我们就在这里先吃一点 他这里给俄脖子35块钱 好多 比我们刚刚买的鸡还要多 买腔修复鱼也一条 你帮回 行 我们在北海遇到一位大哥 司机朋友 真的是老回路自牛啊 看不懂 看不懂 从他省一般的操作 我们这条路本来很窄 我就停到边上 我让他过来 这个他一看到我 哎呀妈呀不对 他要倒车 他就硬生生的到了300米 然后他后面一排车 全部跟着他倒 搞得我多不好意思的 关键是老杨还下车 还跟他说 哎我们让开到旁边 然后你往前走 然后掉头 那一步行 大哥说 我要出去 我要倒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倒出去 关键是他背后一长转 一屁过全市车 真的这个操作是牛逼啊 这个脑回路 点个账 谢谢你为我侵退了 你身后的虾冰蟹 这样 我们这个车呀 就是在这条很窄的路上 磨了很多盘子 才把头挑 就是才把头吊过来 他其实直接往前走 就是多磨一下 也可以吊个头 毕竟他车小一些 他非要倒 非要倒 不是 其实那个大哥 开司机大哥还可以 后面他坐的是 他叔叔还是咋的 我要倒回去 不不不 我要倒回去 我看着他在跟司机朋友说的 把人家逼了 你看后面 那个 移众的那些司机朋友 都在却一个却一个